第五千九百二十四集 天女目光望向夜晨 眼眸里如有万千星辰闪烁 脸上是似笑非笑的表情 周围的舞者们看到她的眼神 都是一阵心醉 天女的气质实在是太风华绝代了 夜晨 眼前迷雾霓天 你可有破局之法 天女嘴角带着浅笑向夜晨道 没有 你呢 夜晨道 天女说道 你有的 只要你照出烈日命星 无论再大的迷雾都可以驱散 周围迷雾太浓郁了 即便是天女也找不到出路 夜晨呵呵一笑道 要我召唤烈日命星 然后就造福你们 而我却陷入虚弱 任由你们宰割 天女笑道 我知道你的担忧 但我有一个法子 两全其美 不需要你消耗太多 夜晨道 哦 天女道 我们可以借力给你 将灵气 畏惧在你身上 如此一来 你自身不需要多少消耗 并可召唤出烈日命星 也不用担心陷入虚弱 说到这里 天女向周围的舞者们道 你们可愿借力给轮回之主 众人听到天女这话 心里均响 与其困在迷雾之中 倒不如借力给夜晨 或许还能冲破迷雾 我愿意 我也愿意 当下 众人都点头答应了 如果真能破开迷雾 他们也不介意 借力给夜晨 天女笑道 夜晨 你该如何 等驱散迷雾后 找到神圈台的位置 那两道机缘 挖落谁家 就看个人的本事了 不管那两道机缘 天地血和天地断魂腔 最后归属于谁 现在总要先破开迷雾再说 否则的话 一切都是空谈 夜晨心中微动 要是联合众人的力量 在召唤烈日命星 他的确不需要多少消耗 还有重阳真人呢 夜晨想起重阳真人 现在重阳真人还没出现 要是对方隐匿在黑暗里 坐收余力 那可是大大不妙 轮回之主 老夫在此 迷雾之中 一道苍老的声音响起 只见重阳真人 踏着大不出现 浑身缭绕着 一缕缕乌云的气息 那一缕缕乌云 其实就是半尾 气息非常诡异 虽说重阳真人 已经尽量收敛 但那半尾 散发出的黑暗波动 让得全场每一个人 都为之心计 轮回之主 其实我从来没想过 与你为敌 是你对我戒备太深了 重阳真人笑道 夜晨摇摇头道 我也不想与你为敌 但这片战场里的机缘 你想要 我也想要 争斗不可避免 重阳真人点头笑道 的确如此 咱们说好一起 对抗道德天尊 但在逆天的机缘面前 看来我们都是 各怀心思 夜晨道 合作归合作 但我想要的机缘 是不会让给任何人的 如今的夜晨 和重阳真人之间 其实是合作关系 两人都有共同的敌人 那就是道德天尊 只不过一马归一马 这诸神战场的机缘 两人都想夺取 争斗自然不可避免 重阳真人笑道 我也如此 罢了 还是驱散此间的迷雾再说 我可以借力给你 总之 不会让你吃亏 等迷雾散去了 谁能抢到机缘 就看谁的本事厉害了 说吧 重阳真人也不废话 直接释放出自身灵气 一缕缕暗红色的先帝光芒 从她的体内弥漫而出 如一条细线一般 连接到夜晨身上 下一刹 夜晨便是感到 有磅礴的先帝灵气 灌注到自己体内 天女健壮 也是释放出自身灵气 一缕冰黄气息 从她的身上发出 最终汇聚到夜晨身上 周围的舞者们 也是慌忙借力给夜晨 众人的力量 汇聚到夜晨身上 让得夜晨的经脉 都宛如囚龙般暴涨起来 诸般不同属性的灵气 在夜晨身上滚荡 如果换作普通人 承受这么多 异种气息的灌注 恐怕只有暴体身亡的下场 也只有夜晨 依靠轮回血脉 强大的容纳效果 才能承载住 这么多不同属性的灵气 很好 多谢诸位介力 我便召唤烈日命星 驱散迷雾 夜晨深吸一口气 眼神陡然灵力 而后便是催动烈日命星 直接将烈日命星召唤出来 一轮金色的烈日 冉冉从夜晨头顶升起 绽放出浩瀚刺眼的阳光 那正是烈日命星的气象 看着夜晨头顶上的烈日 周围所有舞者 都发出了震撼的呼声 那一轮烈日 实在是太辉煌 太刺眼 太炫目了 无数伟大神圣的法则 不朽的元气 环绕着那烈日转动着 在那烈日之中 又能隐约看到 轮回天国的伟大气象 在烈日命星辉煌的光芒下 所有舞者都不敢直视 低下头去 赞美太阳 烈日命星果然是浩瀚神圣 重阳真人见到烈日命星出现 发出了近乎痴狂的赞叹声 与他沉稳苍老的外表 甚不相衬 传说之中 无无时空四大至高神器里的 天地金轮 其实就是以烈日命星为灵感 幻想创造出来的 也就是说 烈日命星是天地金轮的幻想源头 威能非常恐怖 重阳真人曾接触过天地金轮 他身为散神天尊 也能借用天地金轮的力量 与天地金轮的幻想源头 夜晨的烈日命星 他自然是充满了崇拜赞叹之意 甚至还有着一丝异常的狂热与贪婪 夜晨看着重阳真人那赤烈的眼神 莫名感到心里有点发毛 看重阳真人的模样 好像恨不得将自己的烈日命星吞掉一般 烈日灰光 驱散迷雾 破 顿了顿 夜晨镇定心神 催动烈日命星 绽放出一束束赤烈的光辉 往四周放射而起 现在他集合了众人的灵气力量 自身并没有多少消耗 烈日命星震荡 一束束耀眼的阳光绽放而出 赤烈的威严如天怒神法 虚空里又响起轰隆隆的气流轰鸣声 令人震撼 如果我没有炎黄地印 恐怕敌不过这烈日性命的 天女感受着烈日命星的气息 眼眸微微一冷 深深感到了危险 烈日命星的微能 实在是太恐怖了 足以融化先帝 他如果没有炎黄地印的话 都未必能挡得住 这烈日命星 还只是轮回七星里的第二星 后面的黑夜命星 天火命星 微能只会更加恐怖 想到这里 天女内心炽热起来 对轮回血脉的渴望 更为迫切 看着夜晨那挺拔的身躯 他甚至恨不得 想将夜晨整个吞掉 在烈日命星的光芒映照下 周围的迷雾迅速溃散 很快 笼罩天地的迷雾 彻底散去了 一片荒芒 凄凉 阴暗 恐怖的环境 出现在众人眼前 在众人前方 是一座巨大的高台 以山石垒气 那正是原天地 亲手所搭建的神拳台 在神拳台之上 倒插着一把枪 这把枪也是无比巨大 好像是一座 陡峭笔直的山峰 直入云霄 这把枪完全是石头打造而成 灰黑 冷峻 古朴 枪身上雕刻着 许多简洁神秘的名文 上面缭绕着 一缕缕的黑暗气息 如雾矮般摇曳着 夜晨重阳真人 天女等人 看到了那把枪 都感到了震撼 那是原天地曾经的兵器 天地断魂枪 当年原天地 正是用这把枪 在这神拳台上 击杀了魂天地 此刻在那天地断魂枪上 枪身却沾染有鲜血的痕迹 岁月沧桑 那鲜血的痕迹 居然还非常新鲜 没有任何枯竭的模样 还沿着枪身 缓缓流淌下来 但那并不是魂天地的血 当年 原天地击杀魂天地的时候 就已经将对方 所有存在的痕迹 所有时间线全部抹杀掉 不给他任何复活的机会 魂天地早已经灰飞烟灭了 连一滴血 一粒灰都没有流下来 所以天地断魂枪上的血 并不是魂天地 而是属于另一个人 是澳天地 叶晨一眼之间 天机捕捉 看到了古老的画面 西年 澳天地和剑天地 追结龙天地 想请对方出面 劝阻原天地 不要冲击星空彼岸 但龙天地不肯 双方爆发激战 最终 龙天地借用魂天地 弃魂的力量 将澳天地和剑天地 双双杀死 在当年 澳天地看到龙天地 出动魂器 已经感到不妙 他逃到了神圈台 想拔出这把天地断魂枪 对抗龙天地 这把天地断魂枪 是昔日原天地的兵器 而原天地 正是龙天地的主人 如果澳天地 能拔出这把枪 或许有机会 依靠原天地 遗留的威压 压制龙天地 但他还没来得及 将天地断魂枪拔出 一缕黑暗的光芒 便是射杀而来 那是魂器的杀戮光芒 澳天地当场就被杀死 他带着无边的悔恨 和遗憾死去 鲜血永远留在了 天地断魂枪上面 因为他的怨念太过浓烈 即便后来 他被佛祖复活了 他的天地血 还是残留在这里 不得超脱 成了他永远的心魔 叶晨看着那天地断魂枪 看着枪身上的鲜血 古老的天机画面 映入到他的脑海里 他能感受到 澳天地强烈的不甘 强烈的怨念 如果当年 澳天地能拔出 天地断魂枪的话 他未必会死 天女和重阳真人 也是捕捉到 古老的天机 皆是震动 对不起 做什么呢 我会让你再继续